国产五大手机重新洗牌,小米垫底,三星落榜,第一整整超越千里。 从去年以来,小米的线下渠道还不完善,根本无法保证和其他手机厂商竞争,小米手机做得虽然好,销售情况不乐观也不行,雷军的生态化销售还是非常正确的。 三星近几年每矿愈下,在中国的13亿人的大国越来越惨淡,每年手机的销量都比不上中国最差的手机厂商,三星虽说是技术型企业,也比不上爱国的中国人对国家的支持。 华为从十年前,就开始搞手机开发,专利更是多的不剩美举,这几年的销量也是相当不错的,有人统计,每十人里面就有五人用的是华为手机。 这蓝绿广告可是真会拉拢老百姓,先不说价钱师傅合理,单是手机配置就够让人骂喜条街了,一直以来意高价低配的OPPO原Vivo,竟然变成了手机行业的第一,难以理解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